各位,颱風海鷗吹襲本港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上午8點,颱風海鷗集結在本港西南大約40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 靠近雷洲半島至海南島一帶 天文台說隨著海鷗遠離本港 考慮在10點至中午,改發3號強風訊號 我們預計海鷗會在未來2、3小時 在海南島和雷洲半島一帶登陸 以及會進一步遠離香港 香港的風力在今早較後的時間會逐漸悶和 所以天文台會考慮在今早10點至12點之間 改發3號強風訊號 海鷗吹襲本港,天氣顯著轉壞 大部分的交通服務受到影響 港鐵宣布,港鐵、輕鐵朝早維持有限度的服務 大部分行車士每10分鐘一班 九巴、龍魂日間路線維持有限度服務 而新巴和成巴所有日間路線暫停服務 來往港澳駕噴射飛航和金光飛航要停航 新道輪和港九小輪也要停航 珠江客運取消焦早來往本港和諸三個教所有航班 機管局呼籲旅客出門前打電話在航空公司 或到機場網站了解航班的情況 另外港九多個地方在颱風期間有水浸 當局一共收到四宗水浸報告 和四十四宗臨樹報告 另外有十七個人在風暴期間受傷 旺迪威報告 受海鷗影響尖沙咀全晚都風大雨大 雪木被吹到左搖右擺 海面不時有湧浪 風雨之下還留在街上的都要趕住回家 不論風勢多大 步伐都要如常工作 沒有危險的受風就是這樣做 習慣了 而一群年輕人特別來到海旁感受風暴的威力 受烈風影響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 天文台就呼籲市民要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港九多處受颱風影響 在陷花村大量的海水湧上露面 附近大廈門外貼上膠紙擋風 有樹木被吹倒 鯉魚門三家村也有水浸 居民兌棄沙包做足預防措施 另外佐敦也感受到強風威力 帶下外牆的大型廣告海報也被吹起 而跑馬地大坑道有大樹倒塌 環岸在馬路上 雲峰台也磐架被強風吹至變形 另外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學校 包括幼稚園、肢體雙殘兒童學校、智障兒童學校 小學和中學今日停課 亞洲電視記者獲得偉報導 請問到